行政院长陈建仁拿起话筒 惊喜发现里面传来作者的声音 这是亲子天下在松山文创园区举办的open图书馆特展 携手十五族海内外童书作者与会者 以及五族人气童书角色 包括怪杰、佐罗莉、动物警探达克比、小火龙兄妹 以及小行星乐乐等 打造一个充满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奇幻空间 也呈现亲子天下十五年来 致力支持本土童书创作的成果 每一年的出版物里面 百分之五十的作品 要来自我们在地的作者跟作品 那我们也同时希望能够帮助过往 在资源上相对弱势的本土创作领域里面 我们希望花费更多的力气跟资源 能够让台湾的创作者 被更多的大小读者们看见 被更多的人喜爱 那因为这样的初衷累积了十八年的资源 带来我们丰沛的这个IP 六百个品项全版权的运营 曾以共同作者身份出版过童书 《小大人的工位素养》的行政院长陈建仁 对童书作者将艰深的流行病学知识 童书画相当佩服 是一个大学学者能够有荣幸 而且很喜悦的能够跟我们的童书作者一起来做 我看完了他们的创作以后 我觉得说我要跟他们学习的很多 这个很艰深的知识 透过他们的转写 然后透过他们的这个绘图 竟然都能够很了解 我回去很多的朋友 都买了我的书以后 他们就说 这个陈老师 这个东西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一定要亲子共读 小朋友可以在里面找 有多少个鬼 打破以往静态展示及单项阅读的方式 Open图书馆特展 除了有与作者互动的区域外 更把童书角色及故事内容立体化 让大小朋友亲身体验 作者形塑的想象世界 在这里面你可以进到打课比的世界里面 仿佛吃了缩小糖一般 在这里面有巨大的充气的草丛 所以你可以在草丛里面穿梭 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体验 那当然还有在我们小年龄段 小朋友最喜欢的乐乐的展区 在这里面你可以享受 台语剧场的演播 同时也可以在这边进行绘画的创作 当然如果你的胆子很大 非常有勇气的话 我们里面也有鬼屋的场景 可以在这里面进行探索 所以小朋友进到鬼屋的场景 我们的小火龙的恐怖学园里面 你可以去翻找一下 在可能里面有角落 或者是在时钟里 或在抽特里面 会有鬼怪直接跳出来 挑战大家的勇气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都希望 所有的大小朋友都可以在这里面 找到童心 然后找到象象力 像进入达克比展区 就好像被缩小灯照到一样 巨大的草丛及各式昆虫处处充满惊喜 作者胡妙芬也分享 为什么以鸭嘴兽创作出达克比警探 这个备受小朋友喜爱的童书角色 因为我需要一个可以上山下海到处去办案的动物警探 那时候我就开始去搜寻我的脑袋里面 有什么动物可以符合这样的条件 而且又非常的可爱 那就是鸭嘴兽 所以我们就创造了一个达克比警探的角色 乐乐展区则是有台语剧场及蜡笔彩绘 亲子天下将台语与童书结合的做法 也获得行政院长陈建仁大力赞许 这就是让我们的孩子们了解说 我做台湾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我感觉这个就是很重要 所以说国家务员的发展 亲子天下也进来了这样的一个场域 我觉得是很了不起 要谢谢我们帮我们来推动国家语言的发展 陈建仁表示 阅读是孩子认识世界的一扇窗 童书则是小朋友实现梦想最好的开始 Open图书馆特展将让大小朋友打开感官想象 享受创造力的无限自由 这项特展从即日期展出到8月27号为止 欢迎亲子在暑假期间 一起来场难忘的冒险旅程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